- 隨著網路與連線對戰遊戲的廣泊發展 電競依然是部署給各項運動的競技項目 每年都有全世界無數的觀眾 關注著各項電競的重大賽事 期待在比賽中看到頂尖選手們的極限操作 創造出一個個歷史性的精彩瞬間 然而在網路還不普及的那個年代 有一頭猛獸做出了超過所有人想像的極限操作 這個瞬間甚至在之後還推動了整個電競產業 今天我們要聊的不是遊戲 而是一位電競選手 他就是在電競圈中人們稱呼為The Beast的 梅園在1981年5月19日出生於青森縣的洪潛市 在梅園小學二年級時 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而搬家 來到了東京地區 有一天梅園的姊姊邀請她一起打電動 讓梅園開始接觸了電玩 並在11歲的時候開始接觸了格鬥遊戲 當時是格鬥遊戲最盛行的年代 對戰遊戲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受到大家的關注 也因此推出了多款經典的格鬥對戰遊戲 像是快打旋風 KOF 魔術遊林 四魂 二郎傳說 鐵拳 VR快打等等 都是當年街機廳的熱門遊戲 而從小性格較為內向不擅長倫人交流的梅園 在格鬥遊戲中不僅找到了樂趣 也找到了窒息 時間來到1994年 梅園已經成為當時東京區相當出名的遊戲玩家 不僅是在快打旋風2中有的非常優異的表現 更是在魔術幽靈這款遊戲中達成了286連勝的爆台記錄 當時遊戲連勝記錄只能記錄到255 梅園打破了遊戲連勝的最大值 導致連勝數重新開始計算 所以最後的數字才會是31 而且這個連勝並不是被終結的 而是因為店家要關門了 才沒辦法繼續打下去 話說 梅園你都不用上廁所的嗎 在這之後 梅園還曾經拿下連續50場店家賽冠軍的紀錄 從此開始了他的格鬥心愛 1995年 梅園開始參加全國性的格鬥大賽 首先是1995年Games都非的魔衣幽靈全國大賽 雖然這次梅園在決賽中習敗是拿了第二名 不過在之後1997年的大賽成功奪得冠軍 當年決賽的對手是梅園長年的樹敵 也是梅園漫畫中一開始出現的主要人物 大冠軍也 而在這場Games都非奪冠之後 梅園大舞的名字開始在日本全國的玩家中口耳相傳 1998年Games的雜誌社 卻敗了名為Games都Cup的遊戲錦標賽 梅園雖然在關東地區的預賽上輸給了大冠軍也 在決賽上再次對戰大冠軍也 並擊敗了他成功復仇取得當年的冠軍 卡普通公司當年還準備了紀念品送給冠軍 無疑是相當值得紀念的一次優勝 再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1998年11月8日 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快打旋風03的日美決戰賽 由日本冠軍的梅園大舞對上當時的全美冠軍Alex Varley 當時梅園在散前訪問中說 我不認為自己有任何會輸的可能 在誇下這句好語之後 梅園選擇了好鬼 而Alex選擇了龍 這場世界第一決定戰就此開打 梅園開場以華麗的搬運連段 將全美冠軍Alex打路角落 並順利取下第一燈 但全美冠軍可不是叫假的 馬上扳回了兩個燈 最後在梅園幾次的昇龍揮弓給Alex大好的機會下 梅園在第一局以1比3落敗 隨後的第二局 剛開始梅園就被Alex逼入角落 並打出一套華麗的波動拳連段 即使後來血量有成功居上 但還是敗下了這個燈 而第二燈 梅園先是追上血量差距 並將Alex打到僅剩一絲血量 不過最後還是被Alex抓到最後的機會 以極小的差距輸掉這一燈 此時的梅園已經是絕體絕命的狀態 毫無退路 並且是在對方的主場 現場圍觀的觀眾也幾乎都是美國人 梅園頂著這種壓力 急起直追 連拿三個燈 力挽狂懶的拿下這局 比分來到了1比1 迎來了最終的第三局 雙方剛開始各取得一燈 但梅園似乎看破了對方打法一般 最後兩燈都以較大的血量差距拿下對手 最終以3比1的比分拿下最攻局 此時年僅17歲的日本少年 成為了毫無爭議的世界冠軍 隨後此戰也由東京電視台的深夜節目中播出 震驚了日本全國 這是梅園第一次站上世界的頂點 時間來到了2000年 梅園以連續三年奪得 卡普空官方全國大賽冠軍的三連發姿態 再次參加了卡普空舉辦的日美決賽 並在快打旋風3的項目中 擊敗了以Alex為首的四位美國選手 再次成為世界冠軍 此戰也再次轟動全美 不過在2000年的 CVS2 Millionaire Fighting 2001全國大賽中 雖然在賽前就被譽為了最接近冠軍的男人 但卻在決賽孫中爆冷落敗 而當年的冠軍則是梅園的老對手 大觀敬也 不過這年兩人並未有交手 大觀也在得獎感言上說 希望能以擊敗梅園的方式拿下冠軍 兩位在今年都留下了一些遺憾 2003年 梅園分別出賽了日本格鬥遊戲比賽的最高殿堂 鬥局與美國舉辦的世界級格鬥大賽EVO EVO是一年一度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的格鬥遊戲大賽 由當時著名的格鬥遊戲網站 shoricat.com的創辦人於1996年成立 直到2021年才被索尼娛樂與Endeavor公司共同收購 最初僅有快打旋風2 Turbo與快打02這兩個項目 也僅有幾十人參加 不過隨著格鬥遊戲的蓬勃發展 比賽的項目也越來越多 如今一款熱門的項目就有超過2000人報名 也成為了格鬥遊戲界的最高殿堂 DBO冠軍也成為了每位選手的終極目標 而梅園當時早已在美國聲明大招 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奪冠熱門和大家注目的焦點 儘管當年梅園並未在最熱門的快打旋風3上取得好成績 但也取得了當年快打旋風2 Turbo和聖騎士之戰 X2的兩個冠軍 也不算辜負了大家的期待 時間來到了傳奇之年 2004年EVO 梅園在這一年依舊連霸了快打旋風2 Turbo與聖騎士之戰 X2的雙冠 不過這並不是梅園在這一年最著名的里程碑 而是在快打旋風3的比賽上 Street Fighter 3 3 Strike 是快打旋風3代的最終版本 又被稱之為快打33 是最偉大的格鬥遊戲之一 不過由於這款遊戲的入門門檻非常高 所以在這款遊戲上能堅持下來的玩家並沒有太多 而對於一位電競選手來說 正是展現自己實力的最佳遊戲 梅園當時對上了美國的超新星Justin Wong 他是美國公認最強的格鬥電競選手 也是全世界目前為止 擁有過最多EVO冠軍的選手 不過他讓人最印象深刻的 還是這年與梅園的比賽 兩位當時都是被受複目的選手 兩人的對決也有如冠軍戰一樣令人期待 當時梅園選擇了Kent 而Justin Wong選擇的是春莉 雙方在第一局中各自先取得了一燈 而在第一局最後一燈的對戰中 梅園的血量被打到見底 幾乎沒有辦法再承受任何攻擊 Justin當時認為他只要使出超必殺擊中對手 就能贏了 在場所有的人相信也都是這樣想的 甚至當下還有觀眾喊出了 Let's go Justin 而就在所有人都認為這局要由Justin拿下時 梅園擠下來的操作超乎了所有人的想像 這裡不得不提起快打33特有的系統 Blocking 一般格鬥遊戲都是輸入後的指令進行防禦 不過防禦必殺技或超必殺技時 依然還是會受到最低程度的傷害 而Blocking系統則是在受到攻擊的前10F 也就是1.6秒之前輸入前的指令 就能無傷格擋對手的攻擊 不過這明顯是非常考驗選手的先讀 與操作精細度的高級技巧 梅園頂著在美國客場以及大賽的壓力下 格擋住春麗的超臂殺技 鳳翼扇的全部15次攻擊 而鳳翼扇大部分的攻擊間隔僅僅只有2F 最可怕的是 梅園還在格擋的過程中考量到對手的血量 如果只在地面進行反擊 是沒有辦法一次帶走對手的 所以當下選擇在最後一集前起跳 完成了更高難度的空中Blocking 就是為了以空中攻擊起始帶入一套連斷反殺 拿下勝利 這套操作令在場所有的人瘋狂的歡呼鼓掌 沒有人料想到居然會是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結果 這個瞬間在日後被稱之為被水的逆轉句 而EVO官方則是稱之為EVO Moment Hash 37 2004年的EVO就在這人稱被水的逆轉句中 宜蘭的最高潮 也因為這一戰讓梅園大舞的名字響徹了全世界 Justin雖然在後續的比賽中表現也不差 不過相信以被這麼戲劇性的方式反殺 多多影響到了他的心情 最後還是不敵梅園落敗 在幾年後的紀錄片訪談中 Justin表示當年因為有血量的領先跟足夠的支援 他認為自己99%能拿下這一局 即使在梅園格擋住攻擊後 他依然覺得自己還是有很大的機會獲勝 不過緊接著梅園格擋住第二輪攻擊 他就開始慌了 在梅園以空中格擋住最後一架攻擊那一刻 他就知道自己已經徹底輸了 而梅園也在紀錄片的訪談中表示 他只要知道對手想做什麼 他就能贏 所以故意等待對手發動超幣殺技 他認為只要能格擋一下對手的全部攻擊就可以了 隨後梅園還表示 雖然只有那一瞬間 不過我知道我贏了 實戰在日後也成為了電競史上十大經典時刻的第一名 甚至還有出版一本EVO Moment Hash 37的書 Justin在日後也有表示 因為EVO Moment 37這個瞬間 才讓更多的人關注到格鬥遊戲 也讓更多的人知道EVO 不只鼓勵了當時的玩家們 也讓更多的玩家投入到了格鬥遊戲的世界中 而且還拉高了格鬥遊戲比賽的專注度 可以說當時拯救了人氣逐漸下滑的格鬥遊戲產業 而梅園雖然擊敗了Justin也取得了勝利 不過在決賽上還是惜敗同樣來自於日本的上屆冠軍KO選手 儘管依舊沒能拿下快打33的冠軍 但梅園締造的傳奇遠比製作冠軍更有意義 2005年梅園和大冠攜手組隊 組成了5梅內記梅冠組合 拿下了鬥劇快打33的冠軍 不過之後卻突然取消了原本 預定要參加的EBO賽事 臨時取消出賽的理由 成為了當時國外遊戲網站上注目的新聞 在後來的採訪中表示 沒有足夠的練習很難拿下4個冠軍 不過聽說大冠的表現十分出色後給予了讚賞 大冠奪得了2005年的快打33冠軍 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個EBO冠軍 而梅園則漸漸淡出一線選手的行列到處打工 甚至在麻將館工作的期間 還萌生出了將來想當職業麻將選手的想法 不過在2007年 梅園參加了第二屆DDC的比賽 並在魔獄幽靈的項目中取得了優勝 讓人不禁懷疑 這個人真的有空白期嗎 2008年 梅園對於比賽順富的世界感到疲憊 當時的他在一間負責照顧老人痴呆症的療養院工作 時間將近一年 不過在這一年中 梅園依舊投入了快打旋風4的練習中 並在當年的8月8日以前一直保持著快打4階級分數第一名的寶座 使用的角色是龍 同時也是梅園在一起的號角 梅園在《我在快打球旋風》的紀錄片中提到 儘管他成為了冠軍 卻依然對這樣的生活很迷惘 因為在當時的年代並不能靠打電動分飯吃 他也認為電玩是毒藥 神秘電玩就等於是自毀虔誠 畢竟當時的年代並沒有直接選手 社會上對於遊戲玩家理所當然的並沒有認同感 所以當時的遊戲生活對於梅園來說 是不能跟人提起的秘密 儘管他知道這樣的遊戲生活對於他的未來沒有好處 但他還是完全的投入進去 不過當時他也感受到自己與社會之間有著一條很大的鴻溝 這種矛盾的心理每天都在侵蝕著他 讓梅園覺得很痛苦 而當時梅園的父親對著他說 做什麼都可以 只要別讓任何人擊垮你就行了 父親的話緩合了梅園的心境 梅園也意識到 只要在遊戲的世界裡 他就覺得不論什麼事情都能夠做到 於是梅園抱著無用無悔的態度 再次踏上了旅程 時間來到2009年4月18日 梅園參加了在舊金山舉行的 Can't Stop Street Fighter 4 快打旋風4全美錦標賽 梅園與同為日本選手的伊宇和全美冠軍 Justin Wong 韓國冠軍Ponko 進行四人循環賽 梅園以三戰全勝之之取得冠軍 正式在定競舞台中付出 2009年7月19日 梅園久違的在EUO中出賽 在僅使用龍一名角色的情況下 以勝部冠軍的姿態打入了決賽 對陣上的敗部冠軍 則是老對手Justin Wong 而這次Justin 並沒有使用他的招牌角色Lufus 而是使用阿貝爾來應戰 可見Justin在上次 4月全美錦標賽輸掉之後 肯定為了梅園準備了很多對策 不過在沒有拿到登的情況下 輸掉第一局之後 Justin明顯感覺到 阿貝爾並不能對梅園造成威脅 馬上改用拳王來應戰 拳王的對策明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 梅園馬上被Justin連下兩局反抄 雖然最後還是以2比2版平 不過最後還是以2比3 遭到Justin擊敗 落到了敗部組 兩人迎來了最終的決戰 梅園明顯在之前的幾局找到了對策 雖然Justin非常難纏 又跟梅園打到了2比2的結勝點 不過最終梅園以一登未失的情況下 直落二拿下最後一分 奪得2009年EVO的快打4冠軍 在賽後訪問中 梅園提到對手Justin 離起4月的時候有很大的差異 明顯變強了很多 兩人在這年上演了一場勢均力敵的大戰 給其他選手與玩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梅園即使5年為參加EVO這種世界級的賽事 卻還是在2009這年連下了兩座世界級冠軍 不禁又讓人再次懷疑 這個人真的有空白急嗎 時間來到2010年 梅園參加了Fight Club的超級快打旋風4的 遊戲新版本宣傳活動 在這個活動中 梅園再次對陣上了席隊的老對手Alex與Justin Wong 最終決賽上又再次對上Justin 對 又是他們兩個 怎麼打都你們兩個 他都給你們玩就好了啊 這次梅園改使用凱爾 而Justin則改回他的招牌角色Lufus 兩個再度上演一場難分難捨的激烈對抗 最終在2比2之後的最後一局的最後一個燈的時候 在梅園使用UC想結束比賽時 卻與Justin相殺變成了一個Double KO 這個戲劇性的平手結局 讓當下的觀眾甚至播報員都情緒沸騰到了最高點 這場宣傳活動的比賽也在全場的歡呼聲中弱幕 而梅園在當年的4月27日正式與風貓Metcast全約 成為了日本第一位職業格鬥電競選手 2010年7月梅園再次參賽EBO 跟去年一樣在完全只使用龍的情況下 梅園再次站上了決賽的舞台 而決賽的對手想必大家都已經猜到了 沒錯就是Justin Wong的朋友Ricky Artis 對終於不是Justin Wong了 不過他也是使用魯法師的選手 這次梅園並沒有像去年一樣被打入敗不足 而是以3比1的比分直接拿下比賽 這是梅園的第6座EBO冠軍 同時也是他第三次殘連EBO冠軍 不過這也是他目前最後一次拿下EBO冠軍的 2010年8月梅園受邀到倫敦接受吉尼斯世界紀錄認定 世界上持續贏得獎金期間最長的職業電競玩家的殊榮 2011年8月梅園在EBO快打4的項目中取得了第4名 2015年梅園在卡普攻盃西拜Kazunoko取得第2名 2016年2月梅園創立了他的Twitch頻道 DigoTheBeast TV 並在6月成為了Twitch的全球大使 同年的5月14日梅園得到了紅牛Reboot的贊助合約 成為了第二個受到紅牛贊助的日本運動選手 同樣也是2016年的9月 梅園分別以終極快打旋風式最高排名 與最多觀看次數的遊戲比賽影片 兩項被認證為吉尼斯的世界紀錄 同年的11月 再與HyperX簽訂贊助合約成為HyperX旗下贊助的職業選手 2019年梅園入選紐約的新聞週刊Newsweek的100位最受尊敬的日本人 2020年梅園舉辦了快打旋風的大型比賽野獸杯 儘管在2010之後梅園就再也沒有取得頂級大賽的冠軍 但他的比賽依舊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梅園在紀錄片中也有提到 他認為自己的打法是很有娛樂性的 像是大家常說的梅園升龍 依靠著自己高超的經驗先讀對手接下來的動作 再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使出聖龍拳 這種獨特又高風險的風格打法 每次都會讓大家感到驚奇又佩服 他以這種風格決定了自己的定位 同時也帶給他名氣與獎金 梅園認為光只有贏是不夠的 而他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梅園在後期甚至不在意優勝獎金 在2015卡普空杯賽後 梅園遵出了自己全部的獎金正宜了紐約大學 作為設立遊戲中心計畫的獎水金 梅園的禁令也激勵了許許多多的後備 除了多本的自傳以外 還有一部以他學生時期為主題的漫畫 那時候玩家們都常說 只要你夠強就會有人幫你出一套漫畫 他就像一座高牆 人們總是試圖達到跟他一樣的高度 甚至超越他 但即使到了今天 也還沒有一個人能達到跟他一樣的歷史地位 如今2022年 梅園已經41歲了 以現代的電競環境來說 根本沒有辦法想像年過40還能有競爭力 可是梅園依舊在比賽場上 打出一場場令我們哲哲稱奇的精彩對局 甚至在2014年的EVO上 為了慶祝EVO Moment 37 10週年 邀請了梅園與Justin 進行一場快打3-3的表演賽 雖然第一次失敗了 不過梅園在第二個燈殘血的情況 再次重現了被水的逆轉局 讓全場的觀眾與佛寶園都嗨飯店 去基地 而且當時梅園已經33歲了 Paris的逆轉局不僅帶給我們視覺上 與遊戲上的認識衝擊 它同樣代表著一種精神 一种永不放弃 看见希望的精神 而梅元现在依然以他的心动证明 年龄并不是阻碍 更不是借口 或许我们并非天才 冠军 但我们还是能像他一样 永不放弃 全心投入 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这里是游戏创康号 我是投入 我们下部影片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